那你說我看到有綠色啊 那是人重的 絕道部分都是人重的東西 那人重的東西呢 對於水土涵養能力很差 所以只要下雨 你看喔 水里溪呢 很快的這個就是變成一里就流出來了 那這邊呢 因為呢 有了這個 入水池啊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就對了 但是如果雨夜下雨大 或下到第二天 哇 你看 這個已經流成這樣 那就最無罪比 如果颱風好大以來 哇 這條我弄不到 也是開始混走了 就變成這樣 颱風繼續兩三天 噢 這個滾滾洪水 河川的輸殺量 大得不得了 就衝到海邊 造成平常的海邊啊 這個衝到海邊 平常海水是這樣蔚藍清澈 到下雨天的時候 是如此混軸不堪 臺灣河川輸殺量 平均以前的數據哦 二三十年前的數據哦 三十一條主要河川 總平均輸殺量 在全球河川的輸殺量占第二名 僅次於中國的一條防河的淨流 淨未分明的淨 你知道 那個是三十年前 現在呢 一定是全球第一名 你要知道 臺灣什麼都是第一名 單位面積人口承載量第一名 單位面積 汽車承載量第一名 單位面積工廠數量第一名 單位面積生產二氧化碳數量第一名 什麼都是第一名 所以任何災電來也是第一名 臺灣的真正財人 壓不太死了 壓不太死了 各位年輕的一輩 你們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幸福的一代 也有可能會是最淒慘的一代 你們是嘗試到四百年來 最好的自由 最佳的負責條件 一切都是最美好 但是可能最嚴苛的考驗 也會應付到你們身上 我在義車那些災量裡面也包括什麼 其中一個最稀鬆平的 就是中華民國滅亡 太簡單了 太快了 上次八八災變的時候 你知道中國軍隊要來嗎 你們有聽過嗎 是誰把他指指掉的 你們去查看看 這個不只是這些 政治上的小case 人沒照尋字 天沒照體力 越來越智慘的才能接 這些核專輸大量 如果按照從正成功以來 我以前就給他們計算了 臺灣 行程海埔新生地的樹立 有的地方一年長達 二三十公尺 你知道嗎 但是現在怎麼樣 現在臺灣的海岸線沒有在形成海埔新生地 相反的在後退 臺灣四百年來 以前在海邊 我們從北港 北港原來海港 南港原來海港 後來全部變成陸地 你給他平均看看 臺灣海埔新生地形成一年 十幾公尺到二十幾公尺 自從陰霧級 水土保持級 開始蓋藍沙霸 人家原來山上河流的沙 只要是有水下雨 它就會流下來補充 有沒有 欸 你們知道全世界最漂亮的海灘之一 叫做夏威夷的 YKG的海灘的沙從哪裡來嗎 人工去印來讓它流掉 再印來讓它流掉 維持那麼漂亮 知道吧 那不是說 神天是這樣 那臺灣 原來河川疏殺 很大的疏殺下來 就是彌補這些被流掉 而且還有增加 所以不斷形成海埔新生地 一直長大 臺灣肚子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這樣一直上來 原來一年可以產生27公尺的海埔新生地 我在30年前到內政部委員講 報告長官暗中目前這樣的樹立 臺灣繼續下去 隔不久就緩攻大陸了 現在相反 因為他們開始蓋藍沙霸 沙不經營的被截流 然後一次災難來的時候 哇 有的嚇嚇了 你看看高鐵溪 到現在 聽說還要整治幾十年 還是沒有辦法 對不對 那個根本不要整治 給各位一個概念 台風災難過後 拜託 不要去整治 所有整治的工程 下一次災難就不見了 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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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八八災變之後 整條阿里山 來極 各個地區 那幫 為什麼要去發工 什麼花 去浪費錢呢 你讓他再經過三次颱風 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掉我 你還刷 再一遍颱風來 就掉一刷 再一遍而已 就掉了 然後另外三分之二 你等自然按照自然流體力學去治理到差不多 那個時候你人力是成其是因是利到 然後做小吉部的CIA OK 不是要武力上天 然後跟他被抗 為什麼到現在 大家都在講那個什麼 以前是強調人定勝天 現在在強調司法自然 強調生派公法 請問你們 你們以後如果看到這麼美妙的名詞 你就直接問他 那司法自然的 集體生活條例行為規範守則內容在哪裡 你講 我們要生態公法 前你告訴我 你哪個公法叫生態 在我看起來全部是變態 哪來的生態 你們講生態公法 符合生態的內涵在哪裡 你告訴我 你厲害了你厲害了你比天公更厲害了 你跟他講怎麼做 水泥少用一些 石頭洞用一些 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有比較多 這個生態公法 跪跑 你為什麼不把記憶體的內涵拿出來呢 幾十年了 台灣到現在 請問你們 只要講一個名詞美美的 你就覺得好了不起 對吧 什麼事情都講環保 真的是最噁心的就是這一類的 為了要打掃到哪裡去撿垃圾 為了還舉行比賽 他們剪的那個 寶特品比我們多 快點 再去買兩台來 哈哈哈 發佈 我們要最環保的建築物 用那個寶特品 幾打掃 你知道嗎 那個這個環保 為了蓋那個東西 多生長多少 蛤 那個是撿來的 垃圾回收來的 是不是 那個叫做環保 那個叫做環保 真的要變笑的 可是打著環保 反環保 扛著生態 反生態 一大堆變態裡面 產生最大的浩劫能源 產生最大的危機的一大堆 今天沒有反省 台灣完全沒有反省能力 要用多少錢 發佈 你知道嗎 那個有這個智癌 那個有這個生態 有多大 因為人民無知啊 大家要去看花海 其實那些都是大型噴災嘛 小型噴災嘛 大家拿來 還有照理 你們真的是 虐待動物 虐待植物 到無所不用騎 你知道嗎 然後說起來 完全大家都沒有反省 沒有 只要掛上一個環保 沒死活 什麼都環保 現在最該檢討的是什麼東西 台灣在做生態保育 螢蟻蟲 螢蟻蟲 開始富裕富裕 到鄉民高明 城堂也轉轉 螢蟻蟲 紅樹林 整個紅樹林 整個全員的沿海 是爭壞urch 拜託咧 你把一些紛了 本來生長災難 都幹死掉了 之前的 然後你的紅樹林 就一大堆 過語不及 台灣 當時在垃圾大戰 沒有地方掩埋 這個村莊 設立智衛隊 他們要來偷到了 我把他打回去 所以行政院長下載一個命令 廣射文化乳 人家笑的文化乳踢到那樣 十幾年來 台灣文化乳沒有垃圾燒 現在一個小小小的地方 台灣開始搞我們要環境交易喔 喔搞喔環境交易做囉 環境交易法通過啦 任何機關團體什麼樣 一年要瘦多少個小時 然後沒有人去問 誰來上課啊 講什麼內容啊 蛤 那不是應付資源搶奪 那個是應用某個團體 某個學校 幾十年來佔盡那個七塊的名廟 他現在要吃下最大塊的 然後接著呢 要辦國小的老師們幾十年啦 戶外教學去哪裡 三六九 三六九啊 不用說啦對不對 然後那些通常消耗預算啊 每一年其實都是這樣 但是經濟問題 從來沒有徵兆 所以我們到底什麼樣才能夠真正的做好生態力化 基本上要全體 基本上要全體民眾 對土地的自然的認知 要先有基本的常識姿勢 我們一般生態學都告訴你 火山爆發以後啦 然後呢 整個土壤啦 就是這個沒有東西 接著台仙第一跑進來 然後長草 然後長逛木 然後長森林 這個叫做出生眼地 原來有的森林破壞了 又再長回森林的狀況 這個叫赤生眼地 即使這個primary succession secondary succession 這個名詞可以全部丟掉 就是說變遷就是啦 那到底要變遷什麼 任何一個地方 會朝向它的最終極的 極向的森林發展 那極向的森林是物種達到最高亂度 極意度 這個地區所有太陽光的能量的使用 達到最極限的利用 產生各個生態氣味都有物種填充 這個叫極向 每一個地帶 在特定氣候的條件之下 特定的環境條件 會產生特定的森林 然後森林是動態的存在 不斷的變遷 我們把這種傾向叫做MT 就是這樣 那我們根基MT可以找出來 你看一個 原來的森林摧毀掉了 他挖了一個洞來養魚 後來這個養魚的人跑掉了 整個水土就沖下來 漸漸遺跡 然後草就長上來 然後隔不久這個水質就消失 隔不久就變成什麼了 一大堆桑花馬的種子就長大起來 就變成這是五年不到 初期的桑花馬森林 八年後你去看看桑花馬變成大樹 桑花馬的小孩在下面都不見了 桑花馬的小樹就漸漸死掉了 什麼樹種長起來了 江某 香蘭 九丁龍 龍樹 張樹的東西 三顆的東西長起來了 然後第一代出現的叫做三黃馬 讓自己老大的樹長高 可是自己的小孩沒有辦法在自己下面成長 浪位給耐陰的樹種 像比較耐陰的大越南的種子 就可以產生自己的小孩那 你看像我這樣的叫做仙峰植物 台灣的仙峰植物在最 這個所謂的 一開始開拓的pioneer stage 最不好的環境之下 我搶進來建立地盤 然後不讓我傳弦不傳職 我的樹下不會給我自己的小孩 讓給耐陰的 然後我功成身退 等到第二代的樹種長起來 把我的陽光組織 我的階段已經完成 我就消失 所以三黃馬就退出 然後第二代已經不是三黃馬的天下 就是搖搖 搖順的這種日華 所以我們把這種仙峰樹種叫做 有美德的樹 哈哈哈哈 這就是三黃馬 然後 然後 然後